大家好 這邊有一個現代人 應該大家都有的東西 你給看看 有的放貓咪 沒的放貓咪 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我貓咪問看看你們就知道 這支就是手機 你們有用到嗎 手機你才有用到嗎 你接下來要說什麼 你應該有用到嗎 最近一支手機 全世界都在討論 澎哥公司 新手機的iPhone5 正式出來竟然 它的外形就像之前 大家所有的一樣 沒有什麼差別 不過雖然外形沒有 說有什麼樣的大變化 不過公鏈 雖然很強的 大家最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買到手機 最快最快 還有十幾天 追回就好 八位車被一電視 處在iPhone5的外面的壓扁 那位粗獄人 臨近在網路上 讓他唱聲說 沒有iPhone5的上扁 兩大壓扁裡面 都看到iPhone5的變化 有過變波 碰到公司正式推出了 外形跟之前 所有流出的影響 都要一樣的一樣 並沒有特別的驚喜 這是效能無分 好平不斷 變輕 變薄 然後變長 螢幕變長 然後變快 效能變快 畫面的流暢度 還有他畫圖的那個樣子 你就知道 其實效能看起來 是有蠻大的影響的 專家幾出 iPhone5的地式 除了變元 變三 變輕 主要就是在 A6的處理品 讓它速度快 更新增 跟VS5一樣 然後搭載到快速的LTE行動通訊 FaceTime可以在 3G行動中網路時使用 碰到地圖 原來出在Google地圖 裡面還有有 音樂多行 Passbook還可以欠票館 它可以有全景拍攝 這件事情 然後它 相機功能比較好 相信 iPhone5 台灣的使用者 是肯定享受不到LTE這個速度 但是 螢幕尺寸 4吋這東西 你如果拿來跟 S3啊 或是1X啊 你去比 就是4.5 4.6 4.7 你去放在旁邊一比 你就覺得它 還是太小 水貨的部分是 發表完 7天之後的3天 10天以後 今天開始30天 下下禮拜一 我要買50支 水貨價格一定會不會 8000再1萬 頭一輩水貨在 九月底進行 就會到台灣 如果說是貨當時要推出的 電視網站在說 尚近也要等到 11月中順以後 價值應該 自2萬1900元起跳 方法的推出以後 外景到整個 雖然沒有太大怕氣 但是已經在 手機的市場裡面 現起一頓算風 一件西種不毒